我们赶快来看看 苹果跟三星的战火已经越演越烈了 尤其苹果今天才刚刚在台湾上市了Apple TV 我们东森财经新闻台 马上为您掌握到这一台 苹果公正家庭市场的秘密武器 实际帮大家测试一下 不此外我们要注意到的是 三星的10.1寸Note 2 也首度曝了光 看起来三星跟苹果的战火一触即发 苹果的Apple TV终于在台湾开卖了 我们赶紧把它接上大萤幕 享受它的影音效果 也找达人帮我们解析一下 接上55寸电视刚空运来台 不到半个月的Apple TV 东森财经新闻台抢先帮你测试 第一部先来看标榜看电影 只要60元的影音功能 全球同步的 那跟台湾的MOD还有那个一网通比起来 它是在市里面是最快的 体积轻巧可以随身携带 加上可以和iPhone iPad同步 上网再也不用看到眼睛脱汤 这台机器美国每台99元美金 来台湾便贵了 要价3690元 目前只能网路订货 通路商表示 最快要周五才会在实体商店贩售 合法授权的影音 而且现在一些下载网站的 都没有办法去下载 所以这是我们另外一个 享受更便宜的影片的方法之一 苹果先推Apple TV帮iTV试水温 不过我们跟达人测试后发现 像是NBA YouTube 这些第三方服务台湾都还没开通 加上不能接收台湾的电视频道 哎呀真的有点美中不足 苹果打天下不止这一招 这一款变长又变薄的iPhone 外传就是果粉期待已久的iPhone 5 9月21号除了新的iPhone 5 苹果也渴望 同时推出7寸大的iPad mini 外传为人家低价格 将不内建相机 反映了平板电脑的新趋势 计划修滚棍最新曝光的Galaxy Note 10.1 主打All in One功能 打电话和上网全都有 硬是要抢在苹果前 第三季就可能在台湾上市 还有人说更快 8月中台湾就会开卖 我是觉得还不错啦 接电话用耳机就好了 苹果三星竞争 更延烧到专利战 彭博社报导 苹果证人彼得布瑞斯勒教授发现 真的有消费者想买苹果产品 结果买错了 买成三星 两家产品相似百分百 只是专利战打越凶 两家买器不受影响 反而越卖越旺 东三财经新闻 王传门和人凯台北报道